这几天的封面导致金门起大雾 班机也持续受到影响 而今天的见度呢 虽然比较好一点达到500公斤 不过起降的状况时好时坏 上亿机场一样是挤满后补民众 有人真的是非常无奈 说后补的人太多了 已经等超过两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到本岛 初游的心情全变了掉 飞机又延误 今天又停飞了 我们比较前面 因为我们三天前就来了 现在1200多 语气真的好无奈 一场大雾打乱了所有行程 胡销自己在机场等了三天 住宿也住了三天 演变成机场三日游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飞机 现场就好 一旦过后又要船牌 他们也没有什么 实际的人出来广播干嘛 三日游 机场三日游 等着飞回奔倒的人挤满机场 因为误索金门后补的位置 实在等到哭 一个班机后补 只有等十来个人而已 我们现在还有700多个人 要怎么等 甚至还有要上班上学的民众 行程也全都变了调 金门地区从十九号一早起大雾 上一机场当天班机多数遭取消 这一两天虽然能见度叫好 不过机场后补柜台前 人排满旅客 民众几乎待了两三天 后补踩现场交号 想去哪也无法 还得贴钱找住宿 不仅旅客苦不堪言 航空站人员同样无奈 因为即使加开班次 还是得看天气状况才能飞行 只盼这场大雾赶紧散去 旅客们能尽早返回工作岗位 记者翁家俊经们报道